大家好,我是林姐妹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跟我一起研讨本周的来跟从我 本周来跟从我的进度是在创世纪的24到27章 那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有谈到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 神应许亚伯拉罕会成为多国之父 即使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都没有他第一生的儿子 然而神真的实践了他的应许 让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获得由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撒 好,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 神与亚伯拉罕定立的圣约呢 还有一个应许就是说 透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地上所有的家庭都要蒙福 但是呢,这个应许呢 需要经过一个以上的世代才能应验 所以呢,在许多方面来说呢 圣经就是神的应许持续的应验的故事 所以呢,再来这个圣约要再落在以撒的身上 所以以撒跟立百家这个家庭呢 就是更新圣约的开始 所以在这个礼拜我们要谈的就是 以撒跟立百家这个家庭跟神怎么样更新圣约 那透过他们的经验 我们会学到什么叫做身为圣约中的一份子 然后呢,他们也教导我们要仁慈 有耐心,要信赖神所应许的祝福 那为了守住神所赐给我们 跟我们后代子孙的祝福呢 我们是值得放弃试上所有的红豆汤的 好,那因为本次的内容的关系 因为我的白板的限制的关系 我会把本周的课程分成两个部分 在第一个部分呢 我就是会专心谈创世纪的24章 谈到关于以撒的婚姻 好,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来谈的是24章的1到9节 10到14节,17到21节 这个部分我专门要讲的就是 婚姻,单独谈到婚姻 然后特别是亚伯拉罕 要他的仆人回到他本家的地方 去帮以撒找到他的适合的配偶 好,那首先要讲的就是说 世上有许多人都认为 婚姻是可有可无的 亚伯拉罕他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对他而言 以撒的婚姻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经文 到底亚伯拉罕对他儿子的婚姻 是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寻找适合他的品 好,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在创世纪的24章 在创世纪24章1到9节10到14节 还有17到21节 好,他说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 向来在一切事上 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夜最老的仆人说 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事 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 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仆人对他说 倘若女子不肯跟我来这地方 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 亚伯拉罕对他说 你要谨慎 不要带我儿子回那里去 耶和华天上的主城 带领我离开富家和本族的地 对我说话 向我启示说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衣 他必猜浅使者在你面前 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 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 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 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启示 好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讲到的是 亚伯拉罕呢 请他家里最老的管理最多的仆人 去帮他的儿子来寻找他的配偶 那我认为这很像我们在中国传统当中 一个家庭的总管 然后呢 是历练最多 最得主人信任的一个仆人 然后他还请他要启示 好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诶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可以发誓的 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的 所以不用纠结 然后呢 他又跟他讲说 那如果找不到呢 他或是那个人 那个女子不跟我回来呢 到底要怎么办 所以呢 他们就在谈这个部分 那要不要把你的儿子带回去那里去 那那个亚伯拉罕说 不用的 所以我跟你立的誓约就是你帮我找到 并且把他带回来 如果他没有回来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他有说 他的神会带领他找到 要适合以撒的这个配偶 好 那在第十节到十四节就讲到了 好 所以呢 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去了 十匹骆驼 并带着他主人各样的财物 起身往 美索布达米亚去 到拿赫城 天将晚 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 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 他说 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私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 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我现在站 我现今站在井旁 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 我向一个女子说 请你拿下水瓶来 给我水喝 他若说 请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 给你仆人以撒的妻 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好所以呢 他就讲到 这个仆人去的时候也祈祷了 他祈求神可以帮助他 可以找到这个人 那我觉得 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 嗯非常的有趣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常常跟他一样 不知道到底我们要祈求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跟天父讲说 天父请你给我一个征仗 然后这个就是他要的征仗 就是啊如果我问这个女子 请他给我水 他不仅会给我水 然后也会给我的骆驼喝水 所以我自己觉得 那经文当中当然就讲到 他就是像那个利百家要水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又记载什么 好所以呢 在17节到21节 他就仆人就跑上前去迎着他说 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 女子说我主请喝 就急忙拿下瓶来 拖在手上给他喝 女子给他喝了 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 叫骆驼也喝足了 喝足 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草里 又跑到井边打水 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那人定睛看他 一句话也不说 要晓得耶和华是他通达的道路没有 好所以呢 再来就是利百家来了 然后呢 仆人也请他给骆驼喝水 仆人也请他给他喝水 然后呢 他还给骆驼喝了 所以呢 仆人就知道说 哦这个是 当然就是后面他就很确定说 这个是他主人的神 要赐给他的少主人 也就是以撒的配偶 所以就这样找到了 适合以撒的配偶 好那 讲到这个 我们刚才有讲到说 很多人不想结婚 对吧 那 除了要结婚 就会除了鼓励我们要结婚以外 亲爱哥登会长在1999年4月的总会大会的人生的义务 这篇演讲有讲到说 他说在哪里结婚都不能取代在圣殿结婚 圣殿是诸天之下唯一能建立永恒婚姻的地方 不要自我欺骗或欺骗你的伴侣 你的人生应得的祝福不能短少 要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方跟对的人结婚 好可是想到这里 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 我想到的是 既然亚伯拉罕从他本家本族牵出来 是因为当时他有危险 是因为当时那里的人不怎么正义 甚至到了邪恶的地步 因为要杀他嘛 对不对 要把他献祭 那为什么他又要请他的仆人回到本家本族那里去寻找 以撒的配偶呢 我想有一个部分是谈到 然后经文有我为了谈到就是神向他启示要回去找 并且其实他也不是随便找一个人 他是要找跟以撒适合的圣约中的女子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再谈到就是 如果我们看那个利百家的特质 他是不是一个适合跟以撒成立那个圣约的人 那事实上其实利百家有很多部分都是符合的 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会谈的部分 那主呢其实做了某些部分来帮助这个仆人 找到利百家来跟以撒递结婚姻 其实就是让他看到这个人 就是按照这个仆人所祈祷的来回答他 所以他就知道说利百家是那个适当的人 那一男一女结婚所建立的家庭呢 是神的计划顺利推展的最好环境 是让从神而来的纯洁天真的孩子们 为成功的人生和来世的永生 做必要学习和准备的场所 所以这样的婚姻为基础的家庭 对社会的生存和繁荣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我们对婚姻和家庭职责的主张 是根据神所制定的真理 不是社会科学的研究 这项真理是神在太初照着他的形象 创造亚当和夏娃 也就是男人和女人 让他们缔结婚姻 让他们结为夫妻 让他们结为夫妻成为一体 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人具有神的形象 但也许要在一男一女和唯一的婚姻里 我们最能完整诠释 人按照神的形象 所造的真正意义 这样的婚姻不但是幸福计划 也是罪落和赎罪的一部分 这个是陶德克里斯多长老 在2015年4月的人为何该结婚 组成家庭的这篇文章里面讲到的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想想 为什么应该要拥有婚姻 然后再来就是 你们这群优秀的年轻教会成员之中 可能有些人永远不会结婚 虽然他们在各方面都是配衬的 今生却可能永远找不到一个 与他们在主的殿中印证的人 我无法说出为何神以一种方式 回应一个人的祈祷 却以不同的方式 答复另一个人的祷告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 你们心中正义的愿望会实现 这短暂的一生与永恒比较起来 实在微不足道 若能以盼望运用信心 并快乐的持守到底 在那伟大天堂般的未来 我们心中正义的渴望将实现 其美好将远超过我们现在 所能真正理解的 所以我们不仅鼓励所有的应该结婚 在圣殿里面结婚 我们也要鼓励所有尚未结婚的人 要继续的保持中心 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姐妹 因为教会男女比例的关系 可能在今生都没有办法拥有永恒的婚姻 所以我们仍然要持守到底 来获得我们最后这个最重要的祝福 然后另外呢 谈到要有合适的约会 与在圣殿里结婚的重要 十二十图布斯麦康基长老友教导说 后期圣徒在这世上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正确的地方 经由正确的选柄和正确的人结婚 这是在他那个selectual marriage的 这一个文章里面 或这个演讲里面谈到的 那另外呢 丁赛刚会长也在他的宽恕的奇迹里面有忠告说 合一的婚姻始于合一的约会 人通常与那些他交往上学上教堂和社交往来的人 之中的某一位结婚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这警告 不要冒险于非教会成员 或是未经训练和无信心的成员结婚 的确 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这样的婚姻都会造成危险 但是从比例上 大部分当我们跟非教有非成员 或是没有信心的成员结婚的时候呢 这个家庭倾向比较难继续维持他们跟神的圣约 可能就会不再参加教会的聚会 或减少参加教会的聚会 那这个对弟兄姐妹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所以在巩固青年里面也谈到说 巩固青年教导人年轻人如何能为圣殿婚姻做准备 是选择有高道的标准 以及相处时能维持自己标准的人约会 在你进入成年期之后 要将约会和婚姻视为优先 寻找配衬进入圣殿的伴侣 可以在你和今生及全永恒印证在一起 好这个是要寻找 这个适合我们的高标准的伴侣 那也谈到那个以撒跟利百家的故事 然后呢 曾经是总会的持组会会长的 朱里贝克姐妹说 以撒和利百家的经验 可以为今日教会中的青少年提供一个模式 以撒和利百家的故事是一个例子 说明拥有权要的男人和具有影响力的女人 若同心合作就能确保两人祝福都得以实现 他们的故事攸关重大 以色列家族的祝福就维系在这一对男女身上 他们不但了解自己的救恩 自己在救恩计划中的地位 也了解建立永恒家庭 生养子女以及教养子女的责任 每个青年男女都应该了解 他们在这个伟大的合伙关系中 所各扮演的角色 直到他们每个人都是以撒 都是利百家 这样一来 他们就会清楚必须做到哪些事 这个是在2011年3月教导有关家庭的教义的 这篇文章是在利阿赫拿中的文章 所以讲到就是每一个男女在婚姻当中 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就像利百家跟以撒一样 如果我们都知道 就会把我们的责任做好 然后呢 那个宾塞干会长在 Marriage and Divorce 婚姻与离婚的这个文章里面有讲到说 他就是男生的他 娶他为妻 并且爱他 以撒和利百家的故事说明了 寻找正义伴侣的重要 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与某人结婚式 早已注定好的事 宾塞干会长解释说 天生一对是不实的假象 但是当年轻男女 以虔诚勤奋的态度 去寻找一个能共同 共创美满人生的配偶时 只要肯付出代价 每一个善良的年轻男女都可以享有幸福成功的婚姻 所以呢 一定会有 当然也许在今生也许在复活之后 但是呢一定要找到一个正义的 然后以虔诚勤奋的态度去找 可以共创美满人生的配偶 那我记得我忘记是哪一个 应该是 大卫奥曼基会长他说找一个人让你变得更好的配偶 OK 那你也可以让他变得更好的配偶 那其实就是一个很适合我们的配偶 那另外呢 总会会长的迪特乌西多会长他有讲到说 他对单身成人也交道类似的事情 他说我知道你们一些人可能感到很失望 可是我不相信只有一个人是特别适合你的 OK 他说不相信 虽然他的配偶是他在很早以前就觉得是他喜欢的 他说我想我第一眼看到我的妻子 海和瑞时就爱上他 尽管如此 他要是决定嫁给别人的话 我相信我还是会认识另一个并爱上他 我永远感谢这件事没有发生 但是我相信他不是我今生唯一能得到幸福的机会 我也不是他唯一的机会 这个是在2009年11月的教育机构的祈祷 教会中就是迪特乌西多的水中的倒影的这篇演讲里面 谈到这个部分的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讲的部分 讲到关于整个婚姻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 那这些婚姻我们的合适的配偶是怎么样的人 然后应该是高标准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适当的约会 然后呢 不会只有一个是合适你的人 所以我们要在正确的地方 与正确的人 用正确的权柄来缔结我们的婚姻 这个是领袖们对我们的教导 如果在今生无法达成这个目标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忠信 保持我们该做的部分 以得到我们所有应该得到的祝福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好 这个是关于缔结婚姻 关于得到 我们该得到的这些祝福 所以我们来想想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而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到 我们该做到什么 然后呢 我觉得非常奇妙的就是 我们刚才有读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的婚姻 应该是我们人生所重要的这些部分 那最近呢 我一直在忙我的工作 那我的工作是越来越好 但是我其实并没有花时间 太多的时间去寻找适合的伴侣 那刚好昨天就有一个教会的姐妹 就跟我谈到说 我应该要再花多一点的时间 去约会 去寻找合适的伴侣 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 虽然我们一直没有缔结永恒的婚姻 但是姐妹们仍然应该花一些时间 来寻找合适的伴侣 来获得我们 因为我们要很努力嘛 我们要跟神证明我们努力 这样子即便我们今生没有获得 神也会看到我们的努力 来给我们应该有的祝福 这个是神的应许 所以我的确觉得 我同意我的这个姐妹跟我分享的事情 我们的确应该花更多的时间 在寻找伴侣上 而不是全心全意 只放在我们的事业上 这个是的确 我觉得我需要改变跟改进的地方 也分享给其他的姐妹们 好另外呢 我还要想要谈的是关于立百家 好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为什么要去寻找本家本族的人 因为他们都已经出来了 表示那个地方的人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那么正义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回去那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立百家的一些特质 我们就会看到 他为什么是一个 适合跟以扫定力 永恒婚姻 地结永恒婚姻的人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创世纪的24章的15到20节 22到28节跟55到60节 那我们来注意一下 他到底有哪一些特质 好他说话还没说完 不料立百家肩上扛着水瓶出来 立百家是比土利所生的 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贺妻子 逆家的儿子 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 还是处女 也未曾有人亲近他 他下到井旁 打满了瓶又上来 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 求你将瓶瓶的水给我一点喝 女子说我主请喝 就急忙拿下瓶来 拖在手上给他喝 女子给他喝就说 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 叫骆驼也喝足 他就急忙把瓶瓶的水倒在草里 又跑到井边打水 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好我现在要讲到的是 他说他的肩上扛着水瓶 好所以第一个呢看起来 立百家的身体是挺健康的 好然后呢 然后呢他呢是会劳动的 可以承担这些工作 看起来甚至他不是抱怨的 所以他也是在主动承担家里的一些工作的人 所以这是他的一些特质 然后里面又讲到说 当然他容貌俊美 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也很难因为培养做到 但是他有讲到说还是处女 所以他是一个遵守真节律法的人 是他的身体捷静静的人 好再来呢他去跟他讲的时候 请他说的时候他就给他水喝 而且还托在手上 所以呢他是一个我觉得看起来是一个细心跟体贴的人 因为要让这个仆人很方便的也可以喝这个水 甚至在他没有要求的情况下 再去为他的骆驼打水 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的大方非常的体贴 非常的细心的一个女子 然后甚至讲到23节 他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 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 女子说我是密加和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 又说我们家里有足粮 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 好所以这里有讲到就是他 我觉得他其实大方的 他的应对也是合一的 是一个很该怎么说 就是看他的就是整个应对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适宜 然后呢他有28节说那女子跑回去 按照这些话告诉他家里和他家里的人 然后很多的时候呢他做事他不是拖拖拉拉 他说他用跑的 OK该就是重要的时候他可以判断什么时候是重要 该用什么样的步调是用什么样的步骤去处理 看起来都是都是一个可以应对合一的人 甚至呢在最后当他们确定这是适合以撒的人 要回去的时候他哥哥跟仆人的应对的时候呢 还让他选择在55节到那个60节 他说利百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 至少十天 然后他可以去 仆人说耶和华祭祀给我通达的道路 你们不要耽误我 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 就叫了利百家来问他说 你和这人同去吗 利百家说我去 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家和他的乳母 同亚伯拉罕的仆人 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 他们就给利百家祝福说 好所以就讲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也询问他的意见 而他也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知道什么样的事情适合他 所以也许这个就也说明了 为什么亚伯拉罕需要他的仆人 回到他的本家本族里面去找以撒的配偶 没有经文没有说的很清楚 但是我相信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感觉 给他的启示让他得到那个地方去寻找一个适合以撒的人 但是呢就像那个乌西斗会长说的 他不相信只有一个 不过既然这一个被寻找到了 而他也是那么适合又那么愿意来跟以撒地结永恒的婚姻 那当然就不用再寻找第二个了 对吧就好像乌西斗会长这样子 他就已经是喜欢就不需要再来 那再来我很想谈的就是那个仆人 这个仆人非常的特别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是总管 那整个在那个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事情上 我真的觉得他做得非常的好 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 是一个有智慧的仆人 那我们来看看究竟这个仆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觉得可以用比较有高度的眼光来看一下 首先呢当然就是亚伯拉罕就告诉他 要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要让去本族为他的儿子娶妻嘛 然后五到九节说 那倘若这个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来 那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他 你原初之地吗 那亚伯拉罕就说 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耶和华天上的神 天上的主臣带领我离开富家和本族的地 对我说向我启示 我要怎样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他必差使者在你面前 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好所以呢他不是一个就是只照主吩咐 主人吩咐去做的事 他也想到会不会有其他的 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的因素 那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主人你要我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参考的 当然我们被吩咐做一个事工 我们做了一个召唤 那很多的时候不是 或是说领袖请我们做件事情 我们真的也要想想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需要有应变的能力 而不是呆呆死死的就只做一件事情 直直的做那件事情 然后再来十二到十四节 他说天将晚送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 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 他说耶和华我主 对不起 好就是他去寻找利百家的过程 除了会考虑到其他因素以外呢 从十二节又这样讲到 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私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 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震出来打水 我向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 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因为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 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所以他也不是只有听吩咐 也不是只有考虑到这个因素 他还祈祷 然后祈求可以有一个象征 让他可以知道神对他的回答是什么 好那二十六节 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 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 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 直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好所以呢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他就怎么样 他再次祈祷了 他什么 这次他的祈祷是为了什么 感谢神 让他完成他的任务 看到这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我都想说 我又没有得到祝福以后 我就马上感谢神呢 这个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而三十四节 他又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所以呢 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有时候我常常会讲到 特别是身为教师的我们 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是主的代理人 所以他也很清楚的 他不是直接说出他的名字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他知道他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但是对于我们 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有一点忘记 我们会不会有一点骄傲 以至于我们忘记 我们只是神的带领人 是神召唤我们来做他使功的 好再来呢 我想要看三十九到四十一节 他说我对我主人说 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 他就说我侍奉的耶和华必要猜浅 他的使者与你同去 将你的道路通达 你就得以在我父家 我本族那里 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 只要你到我本族那里 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关 不干 他们若不把女子给你 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 好所以呢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仆人他是相信 他相信他的主人 他也相信他的主人说的 神会应许的事情是会达成的 虽然他都说我主的神 但是我也相信他在这里 他是相信神的 而甚至呢到最后在五十五节 五十六节 利百家的哥哥就说 哎呀我们再多住几天 让女子多住几天 至少十天 那其实在这十天我相信 他会受到很好的招待 他也可以有很好的休息 可是他说什么 耶和华祭司给我通达的道路 你们就不要耽误我 请打发我走 回我主人那里去 好所以呢他不要耽搁 OK他不想要耽搁 所以他说不要耽误我 所以他对完成主人的 任命的使命是有极大的使命感的 所以他想要尽快的完成这件事情 而不要在那里耽误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仆人的特质 我相信所有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仆人 他们都会很放心 因为这个人不会到外面去随便溜达 他会尽快的完成他的主人所吩咐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那也是为什么 亚伯拉罕选择他去完成这个使命 因为他有足够的智慧 会考虑其他的因素 会祈祷 想要知道事情的答案 会感谢神给他的带领 相信这些亚伯拉罕所说的一切事情 也会尽快的去完成这个使命 所以难怪他是整个仆人当中 服务最久也管理所有事的仆人 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有像这个仆人这样的尽心尽力 用智慧 用神的力量工作 也知道事实的感谢神 我们终将会成为那个管理神最多产业的仆人 会是最受到神信任的人 那如果是这样 我相信我们在未来的最后的那一的审判日的那一天 我们都会获得主人极大的赏赐 主人所给我们的祝福 好 这个就是我在这个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lagi 阿们 阿们 好